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并不高 但是虽然知名度不高作品 却依旧备受人们的关注 相信看过《爱情公寓4》的同学 都记得在剧中有这么一个较静静的角色 孙艺忠饰演的吕紫乔 加半记者去采访他 结果遇到了好几个静静 搞得吕紫乔还是狼狈没错 他就是这个静静角色的扮演者 可遗憾的是 这部戏里面观众大多数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主角们身上至于他 早就被人遗忘了 而要说他真正被人熟悉的角色 那就不得不说到十六年的时候 赵丽颖 张艺兴 以及陈伟霆主演的电视剧 老久闻了在这部戏中 他是演的小绵延和张艺兴搭档 挺借剧中的人设 以及自己比肩张艺兴的演技 让他迅速获得了不少的关注 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江夜》里面 他饰演了女二的角色 但是接下来的他 终于如愿已成当上了女主角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有网友爆料 他即将和杨子的前男友秦俊杰 一起参演2019年的一部电视剧《青雪楼》 并且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舒静荣 这次的他可以说风光无限的当然 其实好在圆冰年的事业不谈